想要一睹夢幻佳羅湖的美景 而登山客一定都要經過這一條四季林道 過去你可以直接用開車的方式 直接上到上面的鐵柵欄登山口 不過從7月15號開始 這裡已經新設了像這樣子的紅柵欄 所以你必須要先停車在這個地方 然後再以步行50分鐘的方式 才能夠到達原先的登山口 而為什麼會架起這樣的新柵欄 當地居民有話要說 亂停車影響到我們的出入 也影響到萬一裡面有發生事情的話 如果要急救的話 人也沒有辦法進去 那我們那邊有很多個水管 停車要倒車要回頭的時候 常常破壞那個水管 所以我們主人很困擾 動不動就沒有水 因為那邊車子太多 你要做一些生態的維護 很難維護 上去有亂停 有些水管都被壓倒壓破了 那壞就沒有水啦 家裡就沒有水啦 許多登山客上山 為了圖個停車方便 開進狹小的四季林道 損壞部落賴以為生的水管 也阻礙搜救通道 目前部落新設柵欄地點 未處私人元寶地 才管車不管人方式 希望維持環境生態 這樣的舉動引起一些登山客反彈 但也有登山客贊成 認為登山行為不該影響到當地居民生活 為了解決加羅湖大量登山人潮後續問題 四季部落努力協調設置停車場 也和林務機關協商在居民的水源上游 加羅湖附近設置簡易廁所降低環境爭議 大同鄉公所則表示將警訴和相關單位召開協調會討論 原市新聞喜顧布拉盧揚 宜蘭大同採訪報導